因为家是我们居住的地方 是我们生活的地方 那么家会受到风水的影响 而影响到他家运的好坏 所以今天老师就要来跟各位分享 有哪五大会影响我们家运衰败的风水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听 你们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来看第二个衰败是这个房子 屋大人少家运不忘 其实以风水来讲 一个家比如说是两个人住的话 大概要几坪呢 房子不是越大越好 它其实是跟人气有关的 如果是两个人的话 以我的经验来讲 屋内十坪二十五坪上下 它是最有温度的一个房子 就是大概三房两坪 如果家里大概是四个人左右 那它的坪数差不多就是三十坪 四十坪最多到五十坪 房子太大人气不足 会造成整个家的气场的换散 因为家里的气场是靠人气给撑出来的 家大人少 这里面屋子里面的人相信力不够 而且沟通会有一些障碍 那人与人之间会有一种冷漠感 相对的它的家园就会受到影响 其实像以前我住在我住的是透天了 我们家三口人 透天是四层 第一层大家都知道嘛 客厅 厨房跟餐厅嘛 那二楼以上都是房间 其实我们回到家之后啊 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 所以你到晚上去看 我们的客厅是暗的 我们每一个房间灯是亮的 对 所以家里多一个人少一个人 根本就不知道 可是我们没有感情不好 我们的感情却是在逐渐的疏离当中 所以这个房子太大 就会造成这种亲情的一种疏离感 那么第二种衰败呢 是因为光线不足摆定重生 有好多房子 尤其是以前传统的那种公寓 长条状的 它的阳光光线根本就进不来 就形成了整个屋子里面非常的昏暗 那你进去之后呢 你感觉这个屋子就是阴气沉沉很湿 这个我称它为叫做活人的阴宅 其实房子呢 哎呦 好恐怖 活人阴宅 其实房子它是有生命力的 房子跟人一样 它需要的是阳光 空气 水 这个水呢 就是这屋子里面的湿度呢 要恰到好处 你水气太湿的话 你里面就是阴生生的 你很不舒服 所以这个空气 当阳光进不来的时候 你门一推门进去 你扑面引笔而来的是什么 霉味 就是一股霉味 整个屋子里面 你怎么都驱散不了 那么湿气很重 你就会感觉到它的那个墙壁的斑驳 然后呢甚至有的还会顺水 那你想想看 长期租在这么阴暗的一个房子里面 家道一定是中落不缩 而且你的健康会受影响 所以家园会因为房子的光线不足 而造成家里的衰败 那么第三个造成衰败的原因是 门大乌小财气漏上 有好多人 他为了要让自己的房子 房子外观看起来很有气魄 所以刻意把自己的门给加大 可是推门进去之后呢 才发现里面的坪数很小 这个就会造成了房子 不容易长风聚气 房子一不长风聚气 我告诉你 第一个损失的 就是钱财就漏掉了 好我们来看了 第四个呢他的衰败是因为 床尾无间夫妻不合 我们中国还有一句话 说夫妻都嘛是这样啊 床头草床尾合啊 床尾无间 对无间就是没有走路的空间 所以你要从床尾过去 你正面不能走 你可能要侧着过去 所以这样的一个空间 很容易造成夫妻吵架 那人家夫妻吵架是床尾合 床尾无间的人他合不了 因为他没有回旋的空间 没人讲话 床尾啊就是已经变很窄 对不对 他墙上还要再挂个电视 那你挂个电视 你就很难这样子 绕过去上床嘛 因为你会卡到嘛 所以他们就上床 另外睡定这边的人 就是从先生这边跨过去 其实这就是不好的 绝对不好 夫妻在卧房里面 都这么不合了 那他们的家喻如何 会去兴旺呢 好第五个衰败是因为 另外地板崩裂运势崎岖 我们家的地板千万不要崩裂 一定要平坦的 当然会造成地板凹凸不平 崩裂的原因 有的可能是比如说东西砸坏了 还有是地震的因素 还有一个呢 就是建商当初在做建造的时候 偷工减料 这个水泥跟沙的比例不好 所以到了夏天 它就蹦起来了 对 但是呢这个地板一崩裂 或是凹凸不平 那好像没办法修的耶 它整个打掉 它的工程是很浩大的 你看它崩在哪里 如果是崩在客厅的话 那惨了 整个家庭里面成员的运势 都会受到影响 如果是崩在主卧室的话 那就惨了 夫妻之间 那崩在厨房的话 那老婆 她的运势就会有影响 可是呢 可是呢 我们要怎么来调整 这样的一个衰败的气场呢 老师今天就要来公布 我们的秘法了 那今天老师要教大家的 就是株式大吉的 风水布局的秘法 这个好 是 我们可以透过美丽的摆件 然后呢 让我们的家育呢 整个兴旺起来 好可爱 所以老师建议 刚刚我所说的那五种状况 我们就透过株的摆件 那为什么要用株 各位 它跟今年的株年没有关系 因为株呢 在我们中国传统的 我们这种想法当中 它本身就是一个吉祥物 而且它代表是财富 它也代表的是福气 各位听过六畜兴旺这四个字吗 当然 它是一个成语 其实呢 六畜代表的就是马牛羊 猪狗鸡 在农业社会农村里面 你要看这个农村 他们到底有没有钱 它是不是有六畜兴旺 那当然不见得每一个家庭里面 都有马牛羊 但是呢 最基本它一定要有猪 要有狗 要有鸡 所以呢 猪在六畜当中 它是六畜之首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猪呢 它不仅是金光闪闪 它全身其实是很饱满的 很讨喜的 然后你就看了 对 看了精神就非常非常地愉悦 最基本的 它的开运能量 我们在这里就已经看到了 但是呢 一个合格猪的摆件 一定要有三大的开运元素 少了这三大的其中之一 它都不合格 那么是哪三大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第一个开运元素呢 它必须是公母成对的金猪 它的效能呢 就是家运兴旺 夫妻合合 其实每个家庭当中 猪的公宅 猪的铺满一定有 可是像老师现在 拿出来这个金色的猪身的摆件 真的是很少 金色呢 它其实就代表是贵气 就代表它的能量非常地逼人 它有助于我们家财运的提升 那为什么要准备一对呢 那是哪一只是公的 哪一只是母 有蝴蝶结的 它就是Hello Kitty一样 有个蝴蝶结 好可爱 蝴蝶结是公的 母的 有公租带蝴蝶结吗 你这个蝴蝶结就是公的 我真的气息 所以一对它代表好事成双 那么一公一母呢 它也代表阴阳协调 夫妻和和 那么公的猪呢 它代表有助于你招财 母猪呢 就来帮你守财 它的开运 还有元素说法是这个样的 第二个它的开运元素呢 必须要金钻玫瑰满身 它的效能就是贵人财源 左右逢源 来我把猪衣服给大家看 大家仔细来看 我们这个猪的上面 真的布满了小玫瑰 金色的玫瑰 然后呢有金钻 所以呢它象征的意思就是 为我们贵人 为我们带来财源 而且呢让我们能够左右逢源 那么它第三个开运元素 是财福双至 特点呢效能就是 它可以转煞为财 然后让我们福气连连财福 这两个字的开运能量 就已经运在上面了 它可以化解掉 刚刚我所说的 那五种衰败我们家运的煞气 而让我们福气连连 好 那这个金珠 我们要摆在哪里呢 来 这里有告诉各位 客厅 玄关 卧房 其实办公室还有哪里的 收银台上面 柜台上面 其实都可以放的 都可以放的 然后我们在什么时候来摆它呢 农民地里翻一翻 只要上面有 骂财日 招财日 禁财日 都OK 它既美观 然后又可以达到 化煞的效果 大家一定要试试看 即便你的家里面 没有刚刚我说的煞气 它本身就是一个吉祥物 既带来福气 又给家庭带来圆满 那放在那里 何乐不为呢 给大家做参考